大家好,歡迎收看這集的即時公諒,我是林子彤 這個環節,繼續有我和Stanley在這裡 各位早安 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可以在第204656問問我們專家的意見 或者出問題電郵,去到ASK,BX出現.com 或是Whatshout 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順便在做直播,大家可以幫助分享影片 有問題,下樓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我試,怎樣說 一如預期,跌400點,跌2.5% 15676點,跌自己 阿里我說,不用怕,跌成條證而已 跌下,跌下跌 國企,都是跌2.2% 阿里有個好超色的 聯想逆市一升 厲害,現在靠穩,真是 贏了,贏了大股,今天很厲害 唉,走了,不如,好嗎 大股一一三八 人走,錢走了,不如 就是 是不是要這樣 對呀,自己想吧 對他自己想吧 QD,昨天做甚麼 不呀,Tony,昨晚應該是一堆 中概股表現都差 所以你看到,今早的名創優品 都跌一成三 昨晚的中概股表現是頑皮的 是的,昨天很多股份 今天都跌了,都散了 沒有辦法 你見,騰訊跌8.3% 美團呢 QD,8.3% 大家猜到完全還未止射 今早都沒有空看 藍醜那些 有未定股份 由指今五十二週升低 那很多的 借給阿弟也是,一月多 金金佔了 如果繼續持續下去,OK 很棒 QD,8.7% 未止的,金金應該 都可以這樣說 Tony有少少關係 A4那邊也有些關係 Kelman也說了你比較低 沒有,騰訊跌8.3% 第四位其實是差的 反而我有點好奇 為何令那些車都不跌 你的理想 或者見到,好像你說 蔚來,小鵬那些 反而那些都還未跌 反而大家,如果你想 現在想要先進行 反而可以考慮一下 小鵬,蔚來那些 即是那些股份 我覺得可以最好 反而往往跌 跌8.5% 往往跌8.5% 往往跌8.9% 是呀,66%都破底 不止66% 你的地產股 很多還未破底 不過恆生,跌8.3% 本地也不碰了 是呀,28%跌8.2% 又跌下去了 香港的東西不碰了 都沒得玩 現在這股我都不記得 大家買 說實在是 RT又怎樣 先看看 這些股份 你想賣嗎? 阿力、阿通尼 這些不太特別 美國其實那邊都還可以 這些你上賣就 都買了 這些我忘記做些甚麼 先看看 G-RT 也是 廣播公司 這些 先看看 這隻不是 Roytus嗎?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但這隻先看看 這隻 20號反應 要先看看 我怕我記錯一些東西 電子零部件 都是那些東西 先看看 都是電子零部件 先看看 A、C、B、C 為何你突然間有興趣想這隻? 有甚麼 有甚麼 突然間你想買這隻? 是否業績都很厲害? 因為現在我暫時看新聞 全部都是說業績超厲害 業績差勁 不過這些我研究一下 這隻東西沒甚麼特別研究過 增長很厲害 我們是10點半至11點 然後下午1點半至2點 是啊 可以留意一下 少一點時間 是 先看看 不少數 上盤 不是 沒有啦 Tony 我先研究一下 這隻東西 我比較少研究 這些要研究一下 才能夠 那個勢和股價 都挺強的 過去這一年都升了差不多三倍 都挺強的 但我還沒看到他做甚麼 我只看到他的EPS很強 被迫了市場預期 這些請我研究一下 他做甚麼 他做了一些電力相關的東西 那些是Tony 讓我有空研究一下 他寫甚麼 Kelvin也不用想 買樓還買樓 不買 不會買 不買 稅位不高 他昨天跌了一乘三 現在跌了兩乘 是甚麼 九、六、七、六 是甚麼 十月到天 對了 今天突然移動 話說回來 我又不知道他去調哪些科 今天我看到他突然升了上來 但我又不知道他昨天跌 跌那麼多 為甚麼 但昨天他的成交率又不是多 而今天他的成交率又多 這隻東西真是搞笑 最明廠的歐品又六乘一乘 剛剛還沒說了 他跌了一乘多 昨天他的美股也變得很厲害 Nick也指了一乘 他指了不知再賣甚麼 沒錯 所以這幾乘都不理他 但10月到前 昨天突然跌了下去 但成交又不多 反而今天成交又回到上去 這些真是不知道 這些股份真是搞哪些 這些股份很可怕 這樣走法 現在是否跌了 有幫也跌得厲害 有幫跌4% 那先看看有甚麼本地股都不行 地產股 全部都是地產股 這些股份都散光了 是的 阿滴很幸運 這些股份真是沽了就算了 都無謂再 沽完之後 暫時抹下就算了 都無謂留了 有幫也散光了 所以我一直都說有幫 我不特別喜歡 有幫也不喜歡 有幫要博都不博這一隻 7.08反而彈一點 而不是當時沒有提過 沒有提過 沒有提過 所以你沒有 其實你又沒有提 你現在看到A股現在的比例都差了 A股現在上中指有跌1% 深乘指只有1.2% 對我下去 這個月其實也厲害了 這個月其實深乘指 跌1% 其實它跌得不是少 創業版 應該還有些誇張 創業版今年 現在跌了差不多 跌了差不多1.5% 上中指又跌了一下 波子跌少一點 4% 但是現在科技股的波子 應該跌了1.6% 所以這些 9901也跌了很多 9901 7% 9901 是呀 今天它跌了下去 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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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U.也跌得厲害 昨晚也是 昨晚都跌了下去 但是無緣無故 這些跌了我先調整一下 因為事實上你的市 其實現在你今天 你沒看過很多股份 甚麼都跌下去 都是危險 部份 升到全部都跌 全部都跌 9指 Nick說9指刑起 還未升一成本 38 還有 刑起 你說是否很厲害 2689個業績很厲害 你只可以說它跟之前比 就是之前它那一年比的話 這個叫做有一點驚喜 但是2至4不特別多 因為以往的時間 它賺的 賺的 是2,30億 你現在只不過 你說當是turn around 就是可能要捱過那一陣最差的時間 現在又再重新 那就理解了 但是 沒有啦 就是 都算了 這些我又覺得真的都不一般 不是不一樣 是啦 徐程這些算 這些我之前都說不是徐程買 買隻780算 780也跌 都跌的 跌的 跌得少一點 是啊 繼續是說那些沙特 印度的ETF 那天 我不是見恆生的 就在那裡說 他就說 其實大家 可能股平行也好 你們不斷叫人買美股 他們說 他們作為local bank 他們說 你不斷 那你買美股要唱美金的 你的錢流到美股那裡 你很難唱做港幣 叫人再炒港幣 那你這樣 結論是甚麼 結論是甚麼 他覺得 大家都要留一些錢 如果我們不斷估計 別人去買美股的話 港幣只會越來越壞 是 你覺得 我會覺得 他說這堆說話 結論是甚麼 結論是等於說 叫人不要炒美股炒港股 我會覺得 他們現在都會有一些新東西 就是 你都可以 就像沙特 印度那些ETF 但不同市場 如果你買這些ETF 你都是用港幣來炒的 是 但只不過你問 我有一句問題 他說這堆說 你炒美股 就是你炒美金 然後又有可能 算得回來 這樣算 那是怎樣 就是 這是一個投資風險 我買美股的風險 就是不可以炒港幣 不是不可以 但你的錢就真的流到美金那邊 好笑 港幣來炒 或者香港的錢就會差 所以如果我代償就去 那你覺得 那是怎樣 就是 就是 我回頭 甚麼 我回頭 那是怎樣 其實說話我就知道 那我就知道 如果解釋是美金 就是我現在買美股 我要換港幣的話 我先去買港幣這邊 但是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的美元 我擺在那裡的話 我買定期的那裡買港幣 那就是原因 這是一個原因 這是一個事實 就是我不會因為 我的錢放在那裡 我不是買美股 所以我買港幣 我是不會的 所以港幣只會越來越壞 如果你美股不斷升 美金又繼續強 香港這邊就不斷升 樓盤不曉彈的話 但這件事 習不在我方 因為全世界都在做這件事 哈哈哈哈 習不在我方 這也是真的 全世界都在這樣做 全世界都在做 那你說這些說話 其實你問我 我真的沒有意思 即是沒有意思 我都知道我買美股 我要搶美金 去買這個 不就是買美股 是不是 但是你有什麼原因 令到我覺得 即是他覺得 這個 港幣是一個 common interest 是的 即是我們自己的common interest 不過勸商就好一點 勸商就是 你那些人炒美股 我便推美股平台 我便推日股平台 台股平台 印度股市平台 都可以推 是嗎 但是香港這邊 就會淪為二級市場 我都不知道 一定 一定 唉 是的 CSOP又出了一隻日股的ETF 是的 沒錯 在香港買賣 是不是未上市 應該未上市 他們很流行星期四上 好像是 可能是星期四上 是的 是的 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嘩 我不斷看新聞的push 沒錯 李小姐在電話旁邊 李小姐你好 早安 Hello 早安 是 是 是 想問誰 我有三隻股票想問你有課的 嗯 那就是992聯獎 3692漢心製藥 從825年中國舉報 嗯 你全部都沒有課的是不是 沒有啊 你現在有沒有其他貨在手的 即是你持股票的比例多不多 嗯 都多而已 都多嗎 都多都還想買這幾隻 好 漢心製藥 若股 聯想和中國水貿 哦 聯想五的 你這些應該會選992的吧 這三隻都有貨的 現在是不是 你看再加住 沒有啊 沒有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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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中國水貿 其實我不明白 為何那麼多人喜歡 那麼多人 那麼多人不想買這隻 可能有些 有些人推介過 但是我一直都說 中國水貿 基本面我自己不特別買的 嗯 所以 這隻我又不特別推介 就是 漢心我對他認識又不算很多 但若股的表現 又真的一般 那又是聯想 聯想這些價錢 其實OK 雖然九州還是跌 還有朋友的表現是差 但是聯想 那些計劃是怎樣 怎樣去分配 真的 這句真 真的 真是 我不知道 我都不懂得說今天的事 是啊 我現在真的做這些 好位大壓力 你明白我說甚麼 不知道可以說甚麼 看看A股吧 我們又 是吧 Kamon 試好更新民族 那就更新民族 Kamon 說得好 OK 真的 A股 A股我猜它是因為沒有兩萬億 所以其實它出兩萬億那一天 都不是好升 是說自己傻了 跟了上去 沒有啦 跟著A股就滾了 中概股 中特股如何呢 中特股 中特股都好似 中人手都升 都跌下去了 評寶也是 大家炒中特股概念 又那麼短 同時差不多 上次未來也差不多 炒了一會很快 一兩個貨 上次又沒有了 這次的情況都是差不多 有些人說 想著上萬七 都是太大上頭 我都明白 我都明白 為何之前有些 看到時升了三天之後 大家馬上有很多人 轉態 轉態 在萬七 在兩萬 23條好東西 真是正 23條好東西 最潑了嗎 應該啦 你1211 你1211潑了 有人又支持有錢賺 一定再進潑都無所謂 對不對 992 AI電腦 初期不會買得多 預料的 Eric 這個預料的 不是 這個可以說是一定的事 你想想 出貨也不會特別多 二來就是 大家也會 因為AIPC 一定是價錢貴一些 但是如果你有新的趨勢 這個就對它有利 而且本身現在聯想 電腦的市場都大 變成現在這樣對它有幫助 但是只不過這個 要先炒掉它的衝勁 沒有了 這幾天它搞了下來 你當它之前急升之後 調整一下 但是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 是啊 哎 轉態 要轉態 是不是見到今天那個勢 沒有啦 你股市的東西 有升有跌的 是不是 那又跌了 那現在 1萬6千2 上到1萬6千2 上不了 又是 今天 期結了 今天 接著又1月 又要 1月就是月結 接著2月又新年 Kalikala 如月的市場 靜到無倫 就是低位沉淪 沒有了 那你都是那句 大家之前在等 等一些政策出來 出座 那你沒有說 那麽大東西是銀碼 大家自然都會 失望 失望 就是這樣 其實是很合理的 但是 只不過 沒有了 都是那句 現在這些市 選了一些股 沒什麽 第二隻的 SMCI 有些人都看到樂觀的 Tony 有些說法 都說他和AMD 在美股那邊 好像都兩隻 覺得是明日之星 覺得好像會跟除 AMD 這個NVIDIA 那個情況 那樣的閒 我又覺得 我又覺得 你當作AI這個範疇 如果可以的話 那些股份不差 但是 你說不差的意思是 你都越去一升 但是你說哪一隻升得多 哪一隻升得少 這些又很難計 我覺得其實沒有 總之大家有些股份 有些AI板塊的股份 或者科技股 拿著它 那還未買 就說加著的時間 你才想想 加其他些甚麼 那你把AMD 你看看今晚的業績 看看出到來甚麼 狀況 明天早上 你如果真的OK的時候 接著再想想買不買 不過AMD 這次都是看看它之後 看看它今次Q2 Q1 Q2的展望是怎樣 因為按道理 它覺得MX-38 那些東西 應該就是下 應該6月份 第二季尾才會出的 多人說會搶購它訂的 但是看看它的展望如何 所以AMD看定點才進入 Alphabet應該沒甚麼 不過都是看看 它AI那邊的發展是怎樣 都是看它的展望 所以真的不用特別急 當然如果你本身有貨 我還未開 這些我不用理會 本身真的正常 金金入了一隻熊 會否軟了一隻 220元 多少 它不是之前買下的 是呀 如果給我會換 換貼一點 如果這隻你也挺軟 不過算了 換貼一點 金金都會用的 金金都會用的 是啊 我叫它玩了幾天 二萬億甚麼時候成真 不知道 那二萬億甚麼時候成真 不知道 神經病 說上個星期 等下 不要說上個星期有消息 一都沒有 Bloomberg傳 又是Bloomberg Eric 你跌得多也正常 其實對於有班來說 你沒有甚麼催化劑都沒有 我還沒有催化劑 它跌得很合理 你之前說 我們那邊 我又不知道那邊發展 發展怎樣算 NVIDIA是英俊 NVIDIA 其實昨天那些科技股 大部分都很厲害 那邊還是很厲害 所以你看到Bloomberg和Dow 其實兩種都會有很高 最後一天 現在還是兩年多 未破頂 但是也很厲害 你只要這些業績出來 你不特別猜的話 應該都會破掉了 可能永遠都不會有兩萬億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通列這些 之前是傳 大家就很興奮 是啊 市彈了三天就OK了 但是如果你這樣算 今天就回來了 起碼有彈過的 安慰亞智 你這些消息都不彈 就真的死了 是的 真的大件事 大家也不這樣說 Tony 我覺得他 起碼過一下 大家相信 市才可以彈一下 OK的 如果他有沒有這個消息的時候 你另外之後的消息 那個是幫助 未必的額色很大 所以現在 沒有啦 現在的市場 你當作是看一看 但是 沒有的 持有的股 又沒有特別 你看一下 883還有一升 1088又跌回Dow 跌得特別多 那我的 是貓眼就跌回 2隻而已 其他Dow沒有什麼 不過算了 剛剛去到大寶寶 他就等他出外的營氣 營氣才算 看看出來營氣之後 那個街 不能彈多一點上去 彈多一點 看看情況 減吧 減一點 150 1211 算了 不時夢 不過我們現在 老實說真的差一點 美人都出了報告 說他差了預期 因為最主要是 其實如果同伴去第四個比的話 環比一定是 一定跌的了 但是同比 增幅都很明顯 和他頭的三個比的話 真的慢了很多 所以我說 如果假設現在 你沒有買給阿迪的話 你追過那兩隻 蔚來 小鵬那些 你試想一下 給阿迪的數差 很明顯就是 應該競爭導致到這樣的 可能他的 都是毛利 不知道他有沒有做 有沒有減到 但是競爭大的話 都影響到這個 給阿迪 我又不相信韋來 小鵬那些 這些是類似 那個模擬得這麼低的公司 抵擬到副模擬 這些公司 他受得住 所以這些 如果有減到的話 一定不喜歡減到這些 不用想 真的 很害怕 那之後 真的 穿8元就彈回了 你加住 為什麼 上次也是 不穿就彈回了 算了 不管他住 這次 我不想理他住 我不想加房估 在婚內房發展商不夠膽 抵擦低一點 當然 怎麼抵擦得低 大佬 抵擦得低 這些他不敢做 是啊 真的 他自己也多貨 是啊 抵擦得那麼低 誰買 抵擦低沒有人買 更差 是啊 Tesla可以 OK 我覺得Tesla 你等他有些 那輛25,000美元的車 消息才可以買 不然的話 就長輩就行了 我想他不會那麼快 我想他連中到才會有消息 所以你說現在 他也沒問題 沒有問題 也不會特別好 386 386就有些不同 先看看 如果你說366的話 反而買150週年更好 不過我之前帶上來 我建議等一會 你先說 你說的觀念過程是甚麼 車是嗎 我也覺得是 所以我都說一定 新靈元車 我今天說SIMINA 都這麼說 我今天說SIMINA 我也說一定 差人過程是新靈元車 一定會出現 但是到時其他人怎麼說 但是我預告定 一定會出現這個情況 這樣 先看看 你說是回不到車 車是甚麼 例如說樓 但是Holly 如果你說本身 就是說 買這個356的話 我反而覺得 你不如等機會 再放一隻甚麼 買這個 883 或者買 357 因為 386 主要是煉炮的 其中一個問題是 那個叫需求 因為他做一些下游產業 第一 油價高的話 對不利 第二 那個需求 需求端那邊 如果解釋 那間是不便宜的話 影響力會相對比較大 所以跟油價直接比 如果油價看好的話 我就願意買 357 買883 香港好過 所以不要住 我們是樓 怎麼不買 下地樓其實都是個性 香港有沒有過性 香港又不算是個性 因為香港的供應糧錢有限 但大前提就是 你需要有人住 但現在你的人口 有增長或負增長 接近是 那些人又離開 又多 那你變了樓那邊 又變成了有機會 就是那個供需的那個緊張情況 會鬆下去很多 唉 可能又多一批移民潮的了 那就看看怎樣 就跌跌了 那樓市說是Cycle的 這個就變成 現在一近一兩年 樓市開始下跌而已 其實樓真的 這麼久跌都真是不出奇 不出奇 自住就沒有辦法了 自住就沒有所謂了 真的沒有所謂 自住就OK 你怎麼都會住 所以沒有所謂了 自住就沒有錢 現在隨時有新一輪移民潮 沒有錢就不會移民 當然 是的 這個是 這不是一定的 不過年輕人過去坐不知多好 是否看看新的東西 不是年輕人 中海油甚麼價格可以買 好像這兩日升破頂 是的 破頂了 所以先等機會等時間 因為始終你說 剛剛這一陣有些中特股概念 它有炒上去的 現在還硬正 因為油價還可以 油價始終你現在中東那邊 亂租租 對它有利 不過就等一會 我建議如果這個假設 真的想買的話 先看業式 都未遲 如果業績出來是OK 甚至乎它有一個 叫做夏連路的 那些牌式的指引的話 更加之好 它如果出來 數目漂亮的話 不可以再買 如果可以出個數目 真的很正的話 可能我家主也不出氣 但看看它先說甚麼 最重要是說甚麼 所以不用急了 我只要說 是的 30乘以甚麼意思 60年 是的 269未止射 269真的算 269我都說 這隻back list它算 其實它打了很多 有個股價 你見它最低落 有一個五毫半 但現在打了22個多 它打了很多 不過這隻 算了 這些 這些不是大家杯茶 這隻不敢玩 算了 楊太早晨 嗯 遲了 不怕是遲了 下午 下午再談過 無所謂 三百多點 我現在不停在看新聞 因為只要一條題 我都想知道裡面究竟發生甚麼事 不用再看 有甚麼 都要知道 保障自己 保障自己 好了 這次跟大家聊到這裡 Stanley有沒有持有上水太多股份 有跟大家 心目了 謝謝Stanley 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價值個環節 稍後再見